美國的大型槍擊案件 差不多我每個星期都可以報 剛剛過了星期五 2021年6月11日 一個晚上 最少有三宗大型槍擊事件 大型槍擊事件指 在這件事件中 最少有四個人受傷 不包括傷死在內 現在已經知道只有星期五 就已經有兩死三十傷 分別發生在Texas的Austin 在芝加哥和在Georgia 先跟大家說說各個情況 在Austin那邊 現在知道槍手引致有兩個人 14個受傷 現在有一個懷疑的槍手 現在已經被捕 另一個不知去了哪裏 而在芝加哥那邊 有一死九傷 現在警方在找兩個槍手 其中包括一個二十九歲的女人 在腹部和膝樓哥 受傷 去到醫院時 證實死亡 另外六個男子 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十二、四十一、四十六歲 分別都在不同地方受傷 現在情況穩定 而在Georgia那邊 引致一個死亡 有最少八個人受傷 其中包括一個兩歲的 一個十三歲的 美國的槍擊事件 我真是領頭 他們這樣搞下去 社會非常之 大家怎麼說呢 大家明白了吧